我自己就很喜歡希文凱莉 因為跟你差不多是高 而且很有趣的她的搭檔 鍾澤也是我 都挺crush on 她的 因為我很喜歡傷得比較壞的男生 這個男生是北京的演員 她當時是讀中央戲劇學院 即將會成為演員 那一年的聖誕節 我就偷偷地告訴她 我自己買幾條飛過去看她 我去到之後 我在她的學校門外等她 就看到她牽著另一個女生 走出來 第二次經歷就是reason少少 兩年前我跟我的前傭 分手了 送送送送回家 因為大盤小盤拿回家 她剛剛好看到她 她跟著我們上電 敲我的門 然後我開門她就開始一段 我和你一起的時候 我會偷偷拍你的照 好害怕 你很恐怖 可能在家裡換衣服 我會偷偷拍你的照 我會全放在Facebook 我會全放在所有的 你沒有辦法 在香港再留我一天 我當時是抑鬱的 短短的日 因為她是短短的日 每一小時都睡覺的 發威脅短訊 我會偷偷拍我的 我會偷拍你的 我會偷拍你的